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税务总局是负责定税收政策的 但是他们这两个标准都是指向同一个企业 在这的话呢 双方在同一件事上 它的观点差异越来越明显 成什么状态呢 成这样 这是会计口径 哎 这样 税收政策这样 等到了这个具体的一个小会计身上 就会出现特别崩溃的表现 你得按照会计准则去走账 但是报税得按税收政策去报税 因此呢 很多会计是懂会计准则 但是报税是个问题 但是同样道理 收税的这些人员 机产人员 收税的 收税员 他懂税收政策 但是对会计未必了解很多 于是呢 有一个职业就应运而生 叫税务师 税务师是干嘛的 税务师啊 干的就是翻译的活 他把会计准则的口径 翻译成税收政策 来替起来报税 就相当于进行会计口径 和税收政策口径的沟通身份 由于双方的差异越来越大 因此这个职业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 我经常去税务师事务所上课 他们整天的话呢 在锁门口供一个什么官公啊 官司爷呢 你供他干嘛 他又不能给你带来发财的命运 你得左边供财政部会计司 右边供国家税务总局 每天三炷箱 祈祷 让他们的差异 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因为只有这样做 你的活财会多你知道吗 总之呢 有个什么事实呢 就是快税口径差异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他俩为什么就不能够统一呢 别着急 我们一会儿有提 本章对锁的税务会计的概念呢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内涵呢 以及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可抵护差异 应该是差异 等等它的界定 以及包括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每个指标的推算 其实就三指标 应交锁的税 递言锁的税资产或递言锁的税负债 还有一个是当年的锁的税费 对这些指标如何测算 如何认定 这些原理是怎么判定的 在这儿是本章的核心内容 关键考点 第一个 如何确定资产的账面价和计税基础 第二个 如何确定负债的账面价和计税基础 第三个 如何界定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第四个 如何界定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第五 递言锁的税资产怎么算呢 第六 递言锁的税负债怎么算呢 第七 应税所得和应交锁的税怎么算 第八 锁的税费用如何计算 其实这张就三考点 计算应交锁的税 计算递言锁的税资产或递言锁的税负债 计算当期的锁的税费用 你把它撒搞定了 就一切OK 看看它的历年考题 19年整了个计算题 看锁的税 怎么计算 20年单选考的是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与据税基础的差异界定 以及低延锁的税负债的余额推算 判断题考的是低延锁的税费资产的减值情况 综合体 天哪 考了个综合体 锁的税怎么算 再来 21年 判断题没有 有 俩俩俩俩俩 单选题 有俩 散实性差异怎么界定 罚莫支出其他应付款的账面计税怎么判定 多项选择是可抵扣差异怎么界定 判断题是 公营计量变动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如何界定 散实性差异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锁的税费处理原则 21年居然没有大体 别得近22年出大体的 所以说这张 我们要全力准备 开始 先看本章第一个 锁的税会计的概念 其实呢 我们前面已经对会计政策 税收政策的差异 做过一个铺定 现在我们正式讲 什么叫锁的税会计 锁的税会计就是研究处理 会计标准的收益 和税收政策算出的应税收益 它们如何产生差异 差异而怎么处理的这些方法 是叫锁的税会计 这有一个核心的逻辑问题 为什么会计口径跟税收口径 针对同样一件事的观点 产生如此大的差异 难道他们俩就不行一样吗 你一样的话不就省事了吗 我们会计的话呢 做出的会计指标 就是数据认可的 这多省事 报税是多省事 也不用调税 多简单 注意啊 事实上是不能够怎么做的 我跟你举个例子 你体会一下 他们俩的差异 是永远会存在的 上题 比方说假公司乙公司 这两个是做酸奶的 酸奶的话呢 品牌很多 但是整体来讲 酸奶的报价 要比普通牛奶要高得多 因为它这里面的 加工工艺比较特殊 酸奶的质量品质 主要是看它用的一样东西 叫实用胶 这个实用胶的话呢 就是让酸奶变得 非常的粘稠 吃的话呢 口感非常舒服 实用胶 在这儿呢 实用胶的生产工艺 非常复杂 而且成本很高 很多的一些不良商家 他想便宜生产实用胶 怎么办呢 他就发现啊 这个皮鞋 可以把它炼成实用胶 当然是炼成 貌似实用胶的胶状物 加到酸奶里面去 这酸奶的话呢 添上这种胶的话呢 就特别结实 你拿那个筷子 咔扎下去 一转就变成个小锤了 你知道吧 都不带往下拽的 那个东西非常的坚固 就跟那个502一样 这种胶 口感非常好 你得吃得快点 不然的话呢 容易粘住 你吃着吃的话呢 不能随便说话 一说话 粘住了 皮鞋做成酸奶 这些恶心的商家 就是假公司干的 假公司 一公司都是干酸奶的 他们俩一模一样 孪生企业 不是孪生企业 是孪生企业 对 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 就是假公司 干了一件缺的事 他们这个皮鞋 做成了酸奶 假公司 干的这个缺的事 违反了工商的相关规定 这叫违法经营 假冒伪劣 于是被工商局逮了 罚了他一百万 这一百万在会计上怎么做啊 罚莫支出啊 借记营业外支出 代记银行存款一百 被罚了一百之后 假公司的利润 就是税前九百 而以公司和他相比 唯一的不同就是 人家合法经营 人家没被罚 但是别的指标 跟他都一模一样 在这个前提下 作为对比项 他的利润就会出现 一千万的利润 少扣一百倍 那么在这儿 我开始说了 假如说 就像你说的 说会计商的收支 数据都认 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看 你说你挣九百 数据认 好 认认认 认啊认 你说他交多少税 九百的25% 交225 这以公司交多少 交二百五 你发现问题了没有 皮鞋做酸奶 这哥们 当时是被罚了一百 但是呢 他在交税的时候 比这个正常经营的 合法企业 少交二十五的所得税 这就好像 给了他一巴掌 又喂了个甜枣吃 你这是非常不严肃的 相当于你的惩罚力度 打的是七五折 因此像这种伐末支出啊 我告诉你 税务局是不可能承认的 你承认的话呢 就相当于鼓励他犯罪 懂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支出 税务局不承认 像刚才这个 你要承认他 后果很严重啊 你先说 我这个皮鞋做酸奶 你不一定能发现得了 你就才发现得了 你还可以抵扣一个应税所的 我还可以少交税呢 你这就非常不严肃 所以说呢 这个伐末支出 税务局是绝对不可以承认的 为了维护法纪的公平 公正和严肃性 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这样来 甲公司备放一百 九百利润 对吧 到税务报税了 甲公司还报区呢 哎呀 我这个工艺加工的 其实挺先进的 皮鞋做成酸奶 流程非常的干净 这皮鞋 我得且刷呢 而且我们做出的这个 皮鞋做成的酸奶的 这个食用胶 质量非常好 可以当502来用 税务局应该怎么回答他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企业 你被罚一百 该没罚死你 我告诉你啊 你的支出是帮扣税的 你得给我加回来 按照一百来交税 跟谁看起来 跟那个合法企业 以公司看起来 大家都交 一千的百分之二数 交二百五 这样做的话呢 才能体现公平公正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的一百五 税务局不可能承认 那承认的话呢 这事就麻烦了 必须不承认 然后的话呢 你再报税事 你得把它给我加回来 因为我税务局不认这一百 我税务局只认这一千 在这种情况下 他和那个合法进行企业 大家一起看起 都交二百五 这样做的话呢 才可以使其惩罚力度 真真正正的达到 罚他一百 体现出惩罚的公平公正 和严肃性 这就是冰山之一角 有非常多的收支 都是这个情况 两家的这个准则和口径 用的标准 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我会计就采取的是 全则匹配呀 事实呀 证据呀 在这的话呢 他可不强调公平 会计准则不强调什么 公平公正正义 他这个会计没有正义 这说 会计就是 是钉就是钉 是毛就是毛 所以说的话呢 罚目支出 会计上做支出啊 税务局认为 这支出是不能承认的 你要承认的话呢 就体现不出 我们的政策的严肃性了 因此他们两家的 出发点是不同 肯定会有差异的 而所得税会计 就是研究会计标准的利润 税务局的利润的差异 的这么一个专业方法 这个差异 刚才只是简单举的一个 九牛之一毛的一个差异 他们俩的差异 海来去了 不然的话呢 也不会支撑一个 专门的职业叫税务师 来帮助调节 他们俩的差异 所得税会计分成几个分支呢 第一个叫应付税款法 应付税款法 我单做介绍 什么叫做应付税款法 这种方法说的通俗一些就是 交多少税算多少费 交多少税算多少费 啥意思呢 用税务局的口径算出应税所得 推出应交所得税额 按应交所得税额 直接推定为当期的所得税费用负担额 表现的分路上就是 借所得税费用 比方说是8 这个8怎么来的呢 就是你代替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8 同样金额挂到所得税费用这 交多少税算多少费 就这么来的 这方法多简单 我可喜欢了 干脆裸裂 而且的话呢 没有拖泥带水 就是交多少税算多少费 一次搞定 特别的通俗 但这个方法财政部不喜欢 财政部觉得这个方法 污染了会计指标的纯洁性 无法保持会计系统的血脉纯正 它掺进了税收政策的污染 所以说这个方法被干掉了 这个方法也没有完全被干掉 中小企还在用 大企是不让用的 跟它对应的方法叫纳税影响会计法 这个方法分成两个分支 一个叫利润表债务法 一个叫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我待会再说这两个方法 先说什么叫纳税影响会计法 这样子 我们在这儿呢 先把纳税影响会计法的概念 做一个解释 在解释之前 先来一道题 这道题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作为一个 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的 这么一个对比案例来出现 就是这个题按照应付税款法 做一次 看看怎么做 按纳税影响会计法 再来一次看看怎么做 找出他们俩的区别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发现一下财政 为什么讨厌应付税款法 上题 假公司2018年初 开始对销售部门设备折旧 原价40万 会计采用两年直线 税务采用四年直线 每年税前利润假定都是100万 税率为25% 来等会儿 我们先把这个折旧态势分布一下 你看他这个折旧 根据他给的这个指标 他的原价为40 会计几年直线 会计两年直线 一年二十 后两年呢 零啊 税务是四年直线 每年多少十 每年都是十 你看看他俩 总体折旧是不是都是40 你也40 我也40 总体他俩的折旧口径 是没有差异的 但是由于他的分摊期 会计两年税务四年 每一年有差异 总体没差异 这叫什么差异啊 暂时性差异 我接着说啊 你说头一年报税是怎么办呢 头一年报税 会计折旧二十 支出是二十 税务折旧十 支出是十 会计支出比税务大十 那你的会计的利润 是不是比税务少十 没错 你支出多吗 那你报税的话 按税务标准报 你得把会计多扣的这个十 加回来 他说是一百 对不 会计利润 这一百是不是扣的二十算的 人家税务就说了 你得扣十 那就说呢 税务就说了 你不是一百 你是一百亿 懂了吧 头一年报税是得加十 第二年跟他一样 不用重复了 第三年 第三年会计没折旧啊 税务折旧十 税务比会计大十 会计说挣一百 税务就说了 这个应该是九十 因为税务的支出比会计大十 报税时的话得追扣时 按多少报税啊 九十啊 第四年一样 也是按九十报税 你发现吗 这种暂时性差异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它首先是追加应税所得 然后是充减应税所得 这个差异全名叫 将来可以抵扣应税所得的差异 简称可抵扣差异 懂了吧 在这儿就是这么个来的 再来一遍 看看这个图 会计者就二十 税务折旧时 当年支出差时 报税时应该是加时 第二年跟它一样 也是加时 第三年 会计折旧是零 税务折旧是十 报税时应该扣时 对扣时 这个变成九十的应税所得 这个呢 一样 会计折旧零 税务折旧时 报税时追扣时 变成九十的应税所得 这个差异从整体来说 是没有差异的 你四十 我也四十 大家这就都是四十 总体没差异 但是每期有 它每期的话呢 这个标准不一样吗 开机两年 税务四年 每期都不一样 这叫散时性差异 散时性差异的意思是 整体没差异 某一期有差异 而且这个散时性差异造成的后果是 前两年是追加追加应税所得 后两年是充减充减应税所得 所以它叫将来可抵扣应税所得的差异 简称可抵扣 散时性差异 来咱们看看 它这个应付税款法是怎么办的 第一年 18年 税前利润100 调税 加10 110的应税所得 交税25%是27.5 应付税款法咋说来的 交多少税算多少费 交多少税算多少费 这不交的税吗 同样额度算费用 分了怎么写 借记所得税费用27.5 但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27.5 交多少税算多少费 那你的净利润是多少呢 100减去所得税费 等于净利72.5 挺好的这不是 接着看第二年 跟它一样 不用重复了 第三年 税前利润100 为什么减时 税务折旧比会计大10 报税时应该减时 变成应税所得90 交税交22.5 应付税款法说了 交多少税 算多少费 结果弄出所得税费 也是22.5 净利润减过来等于77.5 这个呢 跟它一样 不用重复了 这方法多好呢 为啥不让用呢 来来来 税前会计利润 这是会计口径 会计准则口径 没错吧 那个所得税费 所得税费是会计指标 但是显然它用的是税务局的口径 你咋知道的 应付税款法 当时咋说的 交多少税 算多少费 交多少税 算多少费 交多少税 谁定啊 税务局定 按照税收政策 定出应税所得 算出应交所得税 然后交多少税 算多少费 相当于所得税费 是不是税务局的口径 你作为一个会计指标 你居然用税务局的口径 算你的指标 你不感觉到耻辱吗 然后呢 更耻辱的是后边这个净利 是会计准则算出的税前利润 嘎掉税收政策的所得税费 弄出一个净利润 请问净利润是谁的口径 答快税口径 税快口径 混合口径 混血口径 我们就不说太难听的了 那你的净利润 作为一个扛扛的会计指标 你的口径不纯正 你受到了污染 你的血脉不纯正 因为所得税费用 居然在会计指标上 用了税收政策口径 我们会计感觉受到了侮辱 使得会计指标的话呢 受到了税收政策的干扰 没法保持会计准则的 港港的纯戒性和那种神经病一样的 杠精式的这种自尊 才这么说了 这方法不能用 这方法对我们会计是一种侮辱 我的所得税费用指标 为什么用税务局的口径 我的净利润的会计指标 弄得我们这个净利润会计指标 又不像会计指标 又不像税收指标 是快税的混合指标 这不就是血统出现了污染吗 于是这个方法就被干掉了 我一直不理解 一个指标有这么大劲吗 你知道呢 有这么大反应吗 你真的如此之纯洁 然后的话呢 到了这种神经病的地步吗 解脾知道吗 准则解脾 反正这个方法被干掉了 那换一个吧 那说影响会计划 这方法他说了 我一定要用会计指标 会计准则来用 而不能够用税收政策 污染我的会计指标 来整的 税前利润100 科底科差异加10应税 所得100亿交税27.5 看着啊 所得税费 用的是会计利润 乘以税率来算的 你刚才应付税款法 为啥财政部不喜欢呢 因为你是用税收政策 口径算的 你刚才的应付税款法 为什么财政部不喜欢的原因 就是你的所得税费用 这个会计指标 用的是税收政策 口径算的 而这个用的是会计口径算的 港港的会计纯洁性 等于25 但出问题了 你这个交税 你肯定得听税务局的 因为你欠税务局的钱呢 你的费用比它低 那就相当于交的多费用少 形成什么东西啊 带摊 2.5 表现成会计分路时 借记所得税费用25 借记带摊费用2.5 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27.5 那它为啥叫地盐 所得税资产不让用带摊呢 带摊显得多low啊 你看我给念一遍 带摊费用 特别的亲民 他觉得这个词啊 太亲民 谁都会 对我们会计来讲的话呢 依然觉得没有自尊感 我们一定要弄出一个词 让你读好多次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他弄了一个叫 地盐 所得税资产 你看这个词 激昂慷慨催人要下 比带摊费用 这词硬多了 你看我再来一遍 带摊费用 多温柔 地盐 所得税资产 这词一看就比带摊费用 要刚得很 其实就是带摊 就换了个新词 总之 按照纳税影响会计法的思路 我的所得税费用 必须用会计利润去算 不能用税收政策去推 所以说呢 得出了一个25的所得税费用 而我的交税额 跟它不一样 头一年交得多 费用少 中价差额怎么办呢 会计准备说了 这不就是带摊呢 带摊得换个新词 叫地盐所得税资产 就这么来的 分路应该怎么写呢 借记所得税资产25 借记地盐所得税资产2.5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27.5 那你说他这个净利是多少 净利是75 100减25等于75 人家无论是税前利润 所得税费 净利润 纯粹都是会计口径 没有税有决的口径干扰 我们维护的是会计准备的尊严 我们要尊严 我们要纯洁 就这意思 那说一言快捷法 要的就是一种神经病劲 第二年跟他一样 再来一次 税前利润100 可底扣差异加使 应税所得110 交税27.5 所得税费用 要维护会计准则的尊严 用会计利润乘25% 算出所得税费用25 交得多 费用少 形成代摊2.5 代摊用一个新词叫 地言所得税资产2.5 分钟怎么写 借记所得税费用25 借记地言所得税资产2.5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27.5 俩代摊了 第三年税前利润100 为什么简实 因为他第一年的支出 税务局的支出比会计大10 报税是应该追扣时 算出应税所得90 乘25%算出22.5的 应交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会计口径算出25 得出的那个差额出现的是 费用高交的少 为什么 因为当初有一个代摊 现在开始了反向分摊 所以说出现了当期的交的少 费用多 会计分组时 借记所得税费用25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22.5 代记地言所得税资产2.5 第四年跟他一样 再来一遍 税前利润多少 100 为什么减10 因为税务支出比会计大10 报税报90 交税交22.5 当初的代摊反向分摊2.5 所得税费25 25的话是用会计利润 乘税利润算的 这就是纳税影响会计法 无与伦比的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么一个 会计准则尊严的维护的这么一个体 我一直不理解 你这个尊严有啥意义 你这交税一分钱没少交 还挺忙活 累得会计的话每天吐血 你这个方法确定是为了维护会计准则的尊严吗 或者说你的会计准则尊严 是建立在会计人员痛苦不堪 死去活来的这种基础上 在这的话呢 我一直不理解这个方法的优点到底在哪里 看分落 前两年 借记所得税费用25 借记地缘所得税资产2.5 但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7.5 这个呢 当初这两年都是代摊 这次是反向分摊 借记所得税费用25 代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2.5 当初的代摊反向分摊2.5 我们可以正式讲 啥叫纳税影响会计法了 看这儿 这个方法认为 当会计和税务出现收支上的暂时性差异时 这里面我们必须特别声明 纳税影响会计法 它的生存前提 必须是暂时性差异 换句话说 如果 我说的是如果 没有暂时性差异 那也谈不上纳税影响会计法 纳税影响会计法的生存方法前提 必须针对的是暂时性差异 应当用会计口径的利润算所得税费用 税收口径算应交所得税 它俩的差通过代摊去调 预题去调 其中代摊用地盐所得税资产 预题用什么 地盐所得税负债 不对啊 预题还没讲呢 别着急 一会再讲一个 我们先说代摊的事 代摊 你看刚才这个关系是 前两年是交的多费用少 形成代摊 后两年是反着便是代摊的反向分摊 就是它 我们在这儿把这个题延伸一下 刚才那个折旧期换换个 会计变成四年 税务变成两年 看看长啥样 来看这儿 按照折旧期换换个会出现什么后果 会计四年直线折旧 每年折旧为十万 税务是两年直线折旧 前两年每年二十 后两年每年是零 你说这个前两年是啥关系 会计折旧少 税务折旧多 报税时应该追扣时 没错吧 你看会计上你是扣的时 税务上每年扣二十 税务扣的比你每年多时 那你报税的话呢 就得在原来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追扣时 刚才每年会计利润税前不是一百吗 那你在前两年的报税报九十吗 后两年呢反着呢 会计折旧事实 税务折旧没有 会计折旧比税务折旧大十 每年 每年大十的话呢 报税时就把他加回来 加回来 报税按照一百亿报 你看他这个差异也是暂时性的 大家都是思识 只不过每年不一样嘛 但是他这个差异存在的后果是 先 先 充减应税所得 而后追加应税所得 所以说他这个差异的就是 将来要交税的差异 简称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 看一下 前两年会计折旧 税务折旧 会计折旧比税务折旧 每年少十个 少十个 前两年报税怎么着 减 还是加 减 后两年呢 后两年是反着的 会计折旧每年比税务折旧大十 报税时应该降 有的人说你这不减吗 我这还是一个减是指的 拿擦上头减下头 我们再调税的话呢 你得看它哪个方向呢 我再说一遍 前两年报税是减 后两年报税是加 因为它要造成的后果是将来要交税的差异 所以叫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 来咱们接着等 纳税影响会计法 头一年税前利润100 报税是减10 应税所得90 交税22.5 所得税费用用会计口径利润算 维护会计准子尊业等于25 这样的话会出现交的少 费用多 形成的差额叫预提费用 预提费用 换一个新词显得更加高大上 它叫地言 所得税负债 这词说的多么铿锵催人要下 分路怎么写 借记所得税费用25 25 代计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22.5 预提2.5 代计地言所得税负债 就这么来的 跟第二年一样 税前利润100 报税减10 应税所得90 交税22.5 所得税费等于会计利润 乘以税率25 然后挤出的差额叫预提2.5 会计分路是借记所得税费用25 代计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22.5 代计预提费用 也就是地言所得税负债2.5 第三年 会计利润100 报税是加10 应税所得110 交税27.5 所得税费依然是25 用会计利润去算 这次是交的多 费用少 是当初的预提开始的兑现 于是借记地言所得税负债2.5 表现的分路是借记所得税费用25 借记预提2.5 或者是借记地言所得税负债2.5 代计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是27.5 第四年跟它一样 再来一遍 税费利润100 报税减时还是加时 加时应税所得100亿 交税27.5 所得税费25 当初的预提兑现2.5 于是涨成这样 这个是前两年预提 后两年兑现 这是纳税影响会计法的另外一个方向 看这 重新来一遍 所谓纳税影响会计法认为 当会计和税收口径出现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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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纳税影响会计法的生存前提 没有暂时性就没有纳税影响会计法 当出现暂时性差异时 会计口径算所得税费 税收口径算应交所得税 它俩的差通过代摊预提去调 代摊叫地言所得税资产 预提叫地言所得税负债 这不就说全了吗 但是如果碰到的是非暂时性差异 就是所谓的永久性差异 啥叫永久差异 就是这个差异永远存在 像刚才那个法末之初 皮鞋所算的那个被宰的那一百 那个法末之初 就是典型的永久差异 所谓永久差异是差异永远存在 不可能出现反向调和 这种情况出现永久差异的话 你只能用税务局的口证 算应交所得税 并同步推定所得税费 那就等于说碰到永久差异 你只能用应付税款法这个方向去做 就谈不上纳税影响快捷法了 那就说当碰到了永久差异 无所谓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快捷法 他都要用税务局的口证 算应交所得税 并推定所得税费用 那等于说纳税影响快捷法的生存前提 必须是散时性差异 也只有散时性差异出现时 它这个方法才有特色 还没完 我们刚才解释的那个第一题 你说它那个差异是怎么找的 就这个差异 这个差异 这是咱们说的那个会计两年直线 税务四年直线 当时咱们在报税的话 说第一年 为什么加10还是减10 第一年应该是加10 会计折就是20嘛 税务折就是10 我想想会计折就20 税务折就是10 报税是应该加10 这不等110吗 第二年也是这样子的 说第三年为什么减10呢 因为会计折就是0了 税务折就是10 报税是应该追扣10 所以变成90 减10减10 这是它的整个四年的数据排列 先加先加 然后减纳减暗 要不怎么叫科理科差异吗 当初咱们讲第一个题 就这么讲的 纳税赢钱快捷法 就是这么推差异的 那么这个方法 推导差异 用的是什么招 用的是双方折就对比 双方折就对比 是不是双方支出口径对比 没错 支出口径对比 支出是什么样的报表的数 利润表的数 所以说呢 这个方法找差异的路径 用的是利润表 因此它的名称叫利润表 它的全名叫利润表 债务法 那等于说我们第一次讲 纳税影响快捷法的 引入案例时 用到的第一个题 它在找寻各期差异的对比时 用的是双方折就口径的 比对直接锁定的 那么双方折就口径 属于收支口径 这个收支口径 从利润表的归属来讲 它是利润表的某一项 因此它找差距 用的这个表格数据 是利润表指标 所以说呢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 利润表债务法 我干嘛要说这个呢 因为这个方法 我觉得挺简单的 也好用啊 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 这个方法的话 理解好理解 但是操作起来很麻烦 啥意思 你看啊 你比方说呢 我们这儿要钓鱼 鱼在哪儿 在这儿 钩在这儿 这怎么钓 就钓呗 你看那个 过去了 咬钩了 钓鱼就是什么 一个差异 一个差异的招 特别的切 也好理解 利润表债法 就像钓鱼一样 一个差 一个差异的招 一个差 一个差异的宅 那样说 我单位 有5000个固定私产 这5000个固定私产 倒霉催的账面 和这个 就是会计口径 和它这个税收的支出 谁跟谁都不一样 有5000个差异 按照利润表债法 你得找5000次 找5000次什么概念 就钓的不是一条鱼啊 是一群鱼 哇 这么多鱼 怎么弄啊 你钓不过来了 就得上网捞 上网捞 上网捞 这张网 就叫资产负债的账 简单说呢 它如何确定 如此多的差异 用利润表债务法做 好理解是好理解 但是操作起来太过繁琐 这个鱼钓不清 怎么办呢 它得支一张网 这张网叫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相当于它找差异 用的是资产负债表数据 一次搞定 我们先看看 什么叫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所谓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是从资产负债表出发 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项 负债项按准则定的账面 和税收定的计税基础 对于它们俩的差 通过差认定出应纳税差异 或可抵扣差异 确认相关的地盐所得税负债 或地盐所得税资产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 每期的所得税费用 资产负债表债法到底什么意思 不知道不知道 你刚开始念这张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其实我再说一遍 无论利润表债务法 还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它的核心差别就是 找差异的路径不同 利润表债务法是通过利润表债务数 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是通过资产负债表债务数 但它俩都隶属于纳税影响 都属于纳税影响的一般原理 只是找差异的路径不同而已 上咱们找一个 先看第一题 这有一个词叫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我先把它解释一下 啥叫账面价值 所谓账面价值 就是会计准则的口径 所谓计税基础 就是税收政策口径 比方说像刚才的固定私产 起点大家都是私事 你也私事我也私事 一个私产的起点 往往账面计税是一致的 双方差异为零 但是在第一年折旧提完之后 你如果要会计提的是二十 会计剩的是二十 税务提的是十 它剩的是三十 年底双方口径剩的差十个 于是这个差异增加十 还有个问题 这个十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刚开始你俩多少四十 八十七 你也四十我也四十 没差异 这一年跑下来 我会计剩的少 税务剩的多 那我肯定会计损耗会更大 那就首先定下来第一年的支出 会计支出大 为什么 因为它剩的少 那大多少呢 刚开始你俩起头没差异 结果一年之后 你俩剩的差十个 我就由此反向推出 你当年的支出 会计比税务大十 报税是当然得加十了 你看人家是这么推的加十 你原来怎么推的 原来说会计者就四十还是二十啊 二十 税务者就多少 十 会计者就二十 税务者就十 这不差十 调税应该加十 多简单呢 你这绕弯绕这么大 你图什么 别着急 我给你解释一下 图什么 注意啊 如果来了五千个固定死产 会计税务可行都不一样 你用原来那个方法 你得调五千次 认五千次差异 你现在这些方法 就特别的痛快 你把这五千个固定死产 七出账面继续打个劲 七末账面继续打个劲 把两大的差异拎起来 形成了净增减减差异 可以瞬间一次性完美搞定 它最终的净差异是多少 所以说这个方法 才是真正的实战方法 往下来 说第二年底呢 第二年底会计零啊 积税二十 双方差二十 新增差一十 这个是代表什么 起头 会计二十 税务三十 双方差十个 也就是说会计比税务少十个 大年底的话呢 会计变成零了 税务的话呢 变成二十 双方口径差二十 这个差距是不是拉大了 也就是说会计上的比税务更少了 那肯定是会计支出比税务更大 因为会计支出比税务大 所以说它会拉大差距 这个十 又一次证明 会计支出比税务大十 报税是应该加十 第三年 零了 这个变成十 这个变成十了 差异往回缩 往回缩意味着什么 这次轮到税务支出大 因为会计等于说没动 起头零 后面也是零 就税务支出出现了波动 税务支出比会计大 大几个 大十个 调税怎么办 减呢 最后 零啊零啊零 差异转十个 这就证明 这次的支出是税务支出比会计大十 报税是减十 算应税所得 要怎么叫将来科底扣差异 好了 差异就这么转过来的 我是通过找寻 它的期出期末的账面积税对比 来一次性发现 它的当期的期出期末的差异额 是进增还是进减 推导出当期的支出到底是谁当 这种通过资产负债表找寻差异的路径 就叫资产负债表找法 税价利润第一年一百 报税加十应税所得一百一 交税二十七十五 所的税费用会计利润算等于二十五 到底代贪二十五 剩下这套词就没有特色了 完全就是纳税影响的一般原理 第二年一样我就不重复了 什么税前利润一百 报税加十应税所得一百一 交税二十七十五 所的税费二十五 形成代贪二十五 第三年反了走 税前利润一百 为什么减十啊 因为当年的支出是税务比会计大嘛 报税九十 交税二十二十五 所的税费二十五 代贪反向分摊二点五 第四跟它一样 税前利润一百 报税减十应税所得九十 交税二十二点五 所的税费二十五 代贪的反向分摊二点五 拿下 这是科底核差异已经说过了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方法的前半截 这是它的特色 人家特色在这儿 它的特色就是 找差异的路径 用的是资产负贷表 前面那个找差异的路径 用的是利润表数据 而后边这一堆 这一堆路 这是它的一般原理 这个谈不上特色 就是后边这个 什么会计口径 算锁的税费 然后挤出代摊 什么反向分摊 这套词完全是一般原理 没有特色 真正特色是上半段 而且这个方法 不光是找差异的路径 有特色 它特别适合电脑测算 因为有非常强烈的规律 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个规律 当资产账面小于计税 可抵扣 找 资产账面小于计税 可抵扣 资产账面小于计税 可抵扣 看到吗 这口径一看就会 第二个 新增可抵扣 会追加应税所得 找 新增 追加 新增 追加 转回呢 转回 充减 转回 充减 看 转回是充减 第三句话 可抵扣配的是 地盐 索的税 资产 新增 既借放 转回 既贷放 新增 既借 地盐 资产 新增 既借 转回 转回 既贷 贷 对 还没完 那个 地盐 资产 登上 怎么写 我们刚才推导 原理时 是用会计利润 算出 索的税 费25 与当期的 应交 索的税 挤出 那个2.5 但在实战里面 必须用差异的变动额 直接乘以税率 这样更快一些 具体来说呢 像刚才这个2.5 怎么算最快 你拿差异的变动 乘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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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没有 直接乘 更快一些 那你 低延资产 因为你登上的 每一步 是用差异的变动 乘税率 那么截止到 一个点的余额 怎么算呢 用这个点的累计 可得有差异 乘以当时的税率 累计可得有差异 乘以当时的税率 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 表现在这儿 你看 这个 第一年 这不登2.5吗 那你在这儿 这个余额是2.5 它和年底的 可得和差异 存在一个匹配关系 是不是差20%啊 第二年又加了个2.5 这变成5了 5的话呢 和年底的可得差异 乘在税率的匹配关系 20%的25%等于5吧 所以说的话呢 低延市场的余额 等于这个点的 累计可得差异 乘以税率 它说是什么 转回期的 所得是税率 这是指的改税率 是要用到的 我们如果没有改税率 就是税率就完了 5条 好不好使 拿题来练 不就行了吗 看这个题 20年初 应收余额200 坏账准备50 账面价年初是多少 150 数据局认为呢 数据局对坏账是不承认 数据认为 计税是200 资产账面小计税 可得扣50 就这么分析 年底 余额300 准备90 账面是211 计税300 可得扣90 当年新增 可得扣40 这是第一年的 21年底的账面是350 账面余额350 准备60 那账面价是290 余额350 计税 差60 是不 这也是转回 可得扣30 没错吧 来来来 再来一遍 刚开始 账面150 计税200 我再次重申 税务局对坏账 不承认的 认的是余额 这是税务局的标准 这是快捷标准 资产账面小计税 科底扣50 年底的话呢 账面210 计税300 科底扣90 新增科底扣40 50到90是新增40 这边是290 350和60 只是转回科底扣30 剩下的话呢 用口语来对 税签率是多少 每年200 新增科底扣 追加应税所得 转回科底扣 充减应税所得 新增科底扣204 最后的 这边是170 转回 交税 60跟42.5 乘25% 口诀几个了 现在用了俩了 一个是资产账面小计时 科底扣 一个是新增科底扣 追加应税所得 转回科底扣 充减应税所得 现在看第三个口诀 科底扣配的是 第一眼锁的这些资产 新增计界 转回计贷 第四个口诀 当账额用谁算 用差异的变动 我直接称税率 差异的变动 我直接称税率 看见没有 然后倒挤出锁的税费 这个怎么倒挤 你看这儿是贷 你这不是借吗 锁的税费也是借 贷减借这不等于40 60减10等于50的借吗 这个是贷 俩贷一个借 加起来这不等于50吗 同一年的方法怎么写 借记锁的税费用50 借记低延资产时 贷应交税费 应交锁的税60 这个呢 借记锁的税费用50 贷应交税费 应交锁的税42.5 贷地延锁的税资产7.5 事实证明 我们这个口诀 极其好用 挺好用的 我把那口诀再背一遍 私产账面小借税 可抵扣 新增可抵扣将会追加 应税所得 转回可抵扣将会 充减应税所得 可抵扣配的是 地延锁的税 私产新增既借业 转回既贷 DN私产的登帐 用差异的变动 直接成税率 DN私产的余额 等于这个点的 累积的可抵扣差异 乘以税率 我们前面推导出的这个口诀 直接应用到题中 直接拿口诀去对应就可以 非常的便捷 来 还有一个题 就是双方折旧期互换 税务两年 会计四年 那它的账面寄税是怎样的呢 刚开始多少40 差一为零 第一年之后 会计剩30 寄税剩20 因为会计折旧是10 税务折旧是20 税务剩的少 会计剩的多 那肯定是税务的损耗大 大多少呢 刚开始你俩没差异 一年之后你俩肯定差10个 而且税务局剩的少 那肯定税务的损耗大 因此它这个差异新增的10 就证明出税务支出比会计大10 报税减呢 得减 这个呢 年初会计30 寄税20 差异为10 年比账面20 寄税0 差异20 这个差距在拉大10 拉大10 那就说呢 税务剩的比会计更少了 因此在这证明 税务支出比会计大10 因为差距拉大10 报税是怎么办的 减10 第三年 会计时 计税0 差异时 差异往回调 往回调证明 会计支出开始大了 报税时应该加10 最后变成0了 这次又证明 会计支出比税务大10 应该是加10 这就是他这个找差异 用的是 资产负债表的年初年末的账面积税差 来对比其发生的差异的变动方向 以及引发的到底谁大 来我们整一下 税前利润100 这加10还是减10 减10 应税所得90 交税22.5 预提2.5 所得税25 剩下这段没有特色 关键是怎么找差异 怎么找差异 第二年 第二年我们再分析一次 为什么减10 刚开始会计30 计税20 税务口径比会计少10 年底的话呢 税务比会计少20 相当于税务比会计更少了 更少的话肯定是税务支出大呗 大几个 因为你是差异变动 是新增时证明出 税务支出比会计大10 报税减10 应税所得90 交税22.5 所得税费25 预提2.5 分钟就不念了 因为它都一样 第三年 为什么加10呢 因为刚开始你俩差20 年底你俩差10 差异往回缩 往回缩 前两年一直是税务比会计大 现在是会计比税务大 所以说的话 出现了反向条 会计比税务大10 的支出的话 那你这个报税 当然得加10了 变成110 交税27.5 所得税费25 预提兑现2.5 第四年 刚开始你俩差10 最后没差异了 那么这个差异 没了 证明第四年的支出 又是谁大 税务支出大 还是会计支出大 会计支出大 报税应该加10 变成110 交税27.5 所得税费25 预提兑现2.5 前半截 记者应该是差异吗 这是它的特色 人家是通过 人家是通过资产负债表 找到它的差异的变动 后半截是它的一般原理 一般原理 看见没有 一般原理 在这儿的话 一定要注意 资产负债账法的核心意思 就是找差异的路径 用的是资产负债表 我们看口诀 这个依然有五个口诀 第一个叫资产账面 大于计税应纳税 账面比计税大 应纳税差异 这不应纳税差异吗 应纳税差异 有这个对应关系 第二个 新增应纳税 调减应税所得 来来来 新增 新增 调减 调减 转回 转回 调增 调增 这是第二组 它整体排号是第七个 应纳税差异 配的是地盐 所得税负债 新增既贷 转回既借 新增既贷 带 转回既借 借 第四个 整体排第九 当期的发生 用差异的变动 直接成税率 差异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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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税率 然后年底的余额呢 或者期末的余额呢 等于这个点的累积差异 乘以它未来的 转回期的税率 其实就是 改税率的话呢 用得了这个词 如果不改税率 那就是 锁的是税率就可以 十个口诀 完整到位 那么这后五个 我们需要拿题来比划一成 看这儿 4月1号 买了一只股票 做短线 花了80 年底供应价100 第二年 把它给卖了 税前利润都是200 哎 有个问题啊 刚开始 他还没买呢 账面其实都是零 然后呢 买完之后 会计上期末调到100 计税 人家只认 出市成本80 口诀次后 资产账面 大计税 应纳税差异 新增 应纳税20 他一卖都变成零了 这叫转回 应纳税20 再来 税前利润 每年是多少 200 新增应纳税 调减 转回 调增 这不是第二组口诀吗 整体排第七 然后应税所的 180 220 交税 这是45 这是55 这是乘25%算的 第三组口诀 整体的话排第八 应纳税配地盐负债 新增计贷 转回计界 第四个 整体排第九 登档额用差异的变动 直接乘税率 差异的变动 直接乘税率 看见没有 20的25% 那么这个 锁的税费 是到底的 这是代计 这是借计 看 俩带一个借 加起来等于50 分了怎么写 借锁的税费50 带应交税费 应交锁的税 45 带地盐负债 5 这个呢 这是贷一个 然后借一个 这是借 一个贷俩借 肯定是减的关系 等于50 分路借记 锁的税费用50 带记应交税费 应交锁的税55 然后借记地盐负债 5 事实证明 这口诀极其好用 挺好用的 在这 十个口诀 还差两 接着看 甲公司20年提取了 产品质量担保费 4时 21年支付了4时 待会儿 记提质量担保费 怎么做 产品质量担保费 会计上是这么做的 记提时 借记销售费用 待机预计负债4时 等到21年兑付的话 直接借预计负债 带银行存款4时 相当于这个质量担保费 4时 会计上是在20年做的支出 21年兑付时 就不做支出了 先一提 然后再支付 税务局认为 记提证是没账的 这个5写得太奇葩了 然后兑付时再做费用 这是税局的观点 显然他们俩的话呢 都认为有40的质量担保费 谁先做 会计先做 税务后做 那你在20年报税时 就得是加40 21年报税时 就得是减40 这就是科底扣差异 暂时性差异的科底扣 税前利润200 科底扣第一年是新增 第二年是转回 应税所得204和160 交税 这个是60 这个是40 科底扣新增即借 转回即贷 差异的变多成税率 借即时 贷即时 所的税费是倒挤的 一个是50 一个是50 这个分了怎么写 借所得税费用50 借地延所得税资产时 带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60 这个呢 借所得税费用50 带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资产时 带地延所得税资产时 这是科底扣的一个认定 形成的这么一个结论 我们在这的话呢 是先入为主告诉你 它是科底扣 主要是发现 预期负债 跟科底扣是啥关系 你看预计负债 作为一个负债项 刚开始账面积税差一是零 负债的积税 就是税务局认为 它是多少钱 零啊 负债 刚才你也看了 税务局对预计负债不承认 积税基础始终是零 看见没有 但是会计上有个提示是 这叫负债账面高于积税 形成科底扣40 新增科底扣40 排预对线都变成零了 这叫转回科底扣40 我们在这儿呢 主要是通过先入为主 告诉你 质量担保费是科底扣差一 然后发现在这个背景下 预计负债的结构是 账面高于积税 形成科底扣 负债账面高于积税 科底扣 反过来说负债账面小于积税呢 那就是应那谁差一 这就是我们说的 整个资产负债不债务法的 推导原理形成的一个口诀 总共是12个口诀 我给你背一遍 资产账面小积税 科底扣 资产账面小积税 科底扣 新增科底扣追加应税所得 转回科底扣是充减 科底扣配的是地盐 所得的资产新增 即借转回即贷 地盐资产的登仗 用差异的变得而成税率 地盐资产的余额 等于这个点的累积 科底扣差异成税率 第六个 资产账面代计税应纳税 第七 新增应纳税调减应税所得 转回调增 第八 应纳税配地盐索退负债 新增计贷转回即借 第九 地盐负债的登仗额 等于差异的变动而成为税率 第十 地盐负债的余额 等于这个点的累积 应纳税差异而成为税率 最后两个 负债账面代计税科底扣 负债账面小于计税应纳税 来再看资产负债账法 资产负债账法是从资产负债表出发 通过比较资产负债所劣势的资产负债 按照会计准则定的账面 按照税收政策定的计税基础 比对出他们俩的差 分别认定应纳税差异或可底扣差异 资产账面小于计税科底扣 资产账面代计税应纳税 负债账面代计税科底扣 负债账面小于计税应纳税 根据这个定地盐所得税负债和资产额 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定所得税费用罗 通过刚才这期题目的铺垫 你终于知道什么叫资产负债负债账法 它的核心意思是 首先它是纳税应纳税会计法的一个分支 它的特色是人家找差异 用的是资产负债表 所以它叫资产负债表债账法 这就是我们说的最难懂的一块 所得税会计的合算原理 这个原理的话必须要听懂 后面我们进行实操训练